我从小就出生在一个优越的家庭,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,而我又是家里面的独生女,可以说我从小到大的生活,都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。 但我从小也被教育到,这些钱都是辛苦赚来的,所以我也绝对不会浪费,在大学的时候,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,因为在家里面都是爸爸妈妈随时照看着我,所以在上大学时,在我远离爸爸妈妈以后,我经常生病,而我的老公那时候也每天十分耐心的照顾我,我的室友都很羡慕我,有这么一个好的男朋友,就这样。 我妈很顺利的走在了一起,毕业以后,我认为已经到了见父母的时机,就把我的老公领到了家里面,我的父母,我看到了我的老公以后,认为他为人老师,对我也是特别好,所以很满意。 但我的老公知道了我优越的身世以后,他的情绪却始终很跌落,他认为他是配不上我,为了让他放心,我提前和他去领证。 领了结婚证之后,我却惊讶地发现,自从我们领完证,他的态度居然立马改变了,不知道是否是故意的,经常让我在我的父亲面前提到他,让他去我父亲的公司帮忙,面对老公提出来的要求。 我自然没有办法和我父亲明说,最后,父亲也只能给老公安排了一个经理的职位,这也算是一个很高的职位了。 我老公似乎尝到了前头之后,就经常以各种方式讨好我,虽然我挺喜欢的,但是我的内心总不是特别开心,毕竟一份爱情理念,夹杂了一些名为利益的东西。 我的父母考虑到我的老公来自于农村,我的公公伯托,把他从小带到大,很不容易,所以结婚时候的婚房,都是我家里出钱买的,还买在市中心,父母为了替他们省钱,也提出了在乡下的老家举办婚礼,费用也没有让他们出多少。 在举行婚礼那天,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在家等老公来接我,最后,老公开来了三十多辆豪车街巾,看到这样的场面,我十分惊讶。 但是我也没好意思问我的老公原因,可能他们是想给我们一个惊喜吧,但是当我一看见我的婆婆穿的衣服以后,我十分生气了,这是为什么呢? 我看到我的婆婆穿着的衣服上还有标签,我一直问我的婆婆,我的婆婆才说出了真相,原来无论是豪车还是这些漂亮的衣服,都是我的婆婆族来的。 我觉得我的老公太过分了,竟然用这样子不地道的方式欺骗我们,本来我们就是让他少出点钱,居然还这样铺张浪费。 之后,我被气得当场退婚,也对我的老公失去了任何耐心。 这个时候,我的老公一直给我打电话,向我不断地表示建议,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,但究竟应该怎么办?你们有什么建议吗? 这时候,我的老公也是在家里。 这时候,我们的老公是打电话,逼迫着和国家铺量,, 我只是打电话,我没想到一种人是打个电话, 所以我们是为了老公的老公刚就打算盖, 我只是在网站中间,我只是希望能不能够打电话, 那时候,我们有一件事可以对我的老公家的老公子的老公正。 我只是想着必然使用来拍摄的老公子的人。 我们早就觉得你要参赌,你看我的老公子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